注意看,当我国国歌在东亚杯球场响起的时候,中国香港男子足球队的队员,仅有一位队员在庄严的行住墓里唱国歌,而其他队员直直站在原地,一脸冷漠不屑的表情甚至有的直接低下了头,要知道,此次东亚杯的比赛在日本举办,而且作为揭幕战,有大量的日本球迷在现场观战,那么中国香港男足球员如此行为, 让现场观战的日本观众看后有何想法,真的不敢想象,按照国际足联比赛惯例,赛前唱国歌是为了激发每一位参赛队员的爱国热情,让运动员铭记自己是为国而战,只要把努力拼在赛场,对得起身穿的战袍,背后的祖国,无论比赛结果如何,都会受到尊敬,就像当年的朝鲜球员郑大士,参加南非世界杯赛前唱国歌的时候,热泪盈眶, 有多少人为此感动和鼓舞,而中国香港男足此次事件中唯一一名球员居赢制,在这一次的仪式中唱起了国歌,事后才知这是内地转到香港的一名球员, 而剩下的中国香港男足球员一无情商,二无技术,三无尊严,堪称鼠点望组的三无人员,实在让人心寒 虽然我们在足球领域近几年成绩不尽人意,尤其是男足成绩,但成绩好坏是技术问题,而奏唱国歌是爱国问题 代表国家出战,就连我们之前的规划球员,每场比赛都在昂首挺胸庄严肃穆的奏唱国歌,而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,身在日本赛场,如此行为真的让人发问,他们真的有资格站在国际赛场代表中国来参加比赛吗? 足协是否应该对这种不尊重庄严仪式的球员进行严惩重罚? 您对中国香港男足球员的做法有何评价?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吧,感谢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